電腦椅子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如何更換電腦椅的輪子 像這種電腦椅、辦公椅用久了 大家應該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輪子會壞掉 那輪子壞掉的話 我們先不要急著把椅子丟掉 像這種 椅面、靠背都還很完整的情況下 我們只要更換這個輪子 把輪子修好 它就可以繼續使用 那更換這個輪子呢 其實不管是男生、女生 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把它達成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進行這個輪子的一個維修更換 在更換輪子之前 我們先來簡單的說一下輪子 那更換輪子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你要先知道這一個卡榫的這個插銷 這個金屬插銷 它的直徑是多少 每一個輪子可能都不太一樣 那我據我現在了解 市售的尺寸大概有分兩種到三種 這個實際上我們在自己做確認 那輪子的材質的話 一般買回來的椅子它配的都是這種 硬質的塑膠 硬質的塑膠 那我這次買的這個是 俗稱的靜音板 它在輪子上面有做一個軟膠 這可以用在一個木質地板 石木的木質地板 比較不傷這個木質地板 那我因為它差沒多少錢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直接買這個 因為我家裡也沒木質地板 這個顏色還有分 像我買的這個是黑色 那我還有看到就是灰色啦 白色 像我之前那個這個換過 這個輪子有換過 它就是白色的 這是白色的 那市售的這個輪子還有分大小 就是這個輪子的大小 那還有分 像我們這種就是便宜的 那好一點的話 它中間這個使用的是軸層 軸層可能它就更滑順啊 更耐用 接下來就是要來拆那個壞掉的輪子 那我們現在只要準備一隻這個衣製的 準備這個衣製的來進行這個拆解 我們先把這個壞掉的椅子 把它翻過來 那像這個都壞掉了 那所以我們要先把它拆下來 用這個衣製的起字 然後從輪子跟這個角座 中間這個縫啊 把它插進去 然後稍微把它敲一下 好這樣就起來了 有沒有看到 把它拉開 這樣就拆下來了 所以我們接著把剩下的幾顆都把它拆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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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拆下來了 那這個就不要了 接著這個全新的輪子 要怎麼把它裝上去 很簡單齁 這個卡榫跟舊的 這個壞掉是一樣的齁 尺寸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直接就這樣把它插回去就好 這樣子 原本的洞把它插回去就好 然後壓一下 這樣就卡進去就好了 插進去手壓一下 這樣就好了 好 那五顆輪子都裝上去了 這樣就完成了 安裝好 像這樣子 也可以正常的滑動 那這張椅子這樣就復活了齁 那它還可以再使用好一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把剩下兩張也順便換一換齁 那這一張的話 它沒有壞啦 我只是想說它也用好幾年了 想說一併把它更新齁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操作吧 我們要順利的拯救了三張椅子 讓它可以在這個世界上 創造更多的價值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支持一下 請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粉紅爸 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